我发现就是刚刚在欢迎仪师的时候 就有个特别的点 就是大家都是 这样子你能跟我们演示一下吗 那个动作 这是武术的一个礼节 抱全礼 抱全礼就是武术的礼节 因为是武术场馆 所以我们用武术的最高礼仪 欢迎来自世界各国的代表团的团长 对也是最地道最中国味的 对对对 我听到你声音已经哑了 这几天是跟工作员交流太多吗 我们从这个准备大概有15到20天 就是为了让他们能感受到我们的热情 和我们已经做好了准备 为了让大家更了解 我们是专门做相应的视频 让大家更直观 更生动地去了解场馆的布局 包括流线 包括功能 包括准备区域 都是在这个视频 就是从运动员的视角去 运动员关心什么 他们的流线是什么 我们就做什么 就是一切从运动员出发 做好保证工作 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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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